許國勇才剛接任內政部長 台北市就發生兩起槍擊案 是遭黑道打臉嗎 你不算丟臉嗎你 這個也不算丟臉 我都破案十幾個都抓到 當然警察的破案速度 就是我們治安的保證 上廣播談治安 許國勇仍強調台灣治安好 當我說我們台灣的治安很好 請問誰能否認 再怎麼好就像一個人 再怎麼完美 你多少也有聽到什麼 台灣的治安真的很好 但是一樣有可以精進有不足的地方 怎麼強化治安 許國勇說要增加見景率 透過補充員警員額增加警方人數 降低犯罪率 但如何讓員警執勤可以更安全 警車很重要 這是處理鬥事件 也是發生車禍 拿出一張張警車招撞的照片 攤開數字警車車禍有逐年攀升趨勢 但現行警車採購的預算 一輛落在65到90萬之間 這樣的錢只能採購國產車 想買較安全進口車 徐永明呼籲降關稅 透過取消這個關稅17.5% 甚至是不是普遍性的 來購買進口車 因為現行軍用和消防進口車量 關稅都是零 唯獨警車關稅達到17.5% 如果能扣除關稅 國道警察使用的 B&W5系列警車可以大降27萬元 而一般警察也有機會 可以買雙B進口車當警車 而不只要加強警車性能 如何讓台灣治安不再亮紅燈 將是徐國勇上陣的首要任務 三立新聞 吳成平陳建廷 台北報導 文明 文文 文明